丟掉我看到他地方 丟掉 丟掉 警方次降賀令男子不要亂動 因為當時對方面前 掉了一把手槍 擔心被他撿起反擊 除了有人對他丟止椅子 還把握時間 一擁而上將人制服 把槍丟掉 我損了 請收給他 同一時間 外頭也有大批員警持槍戒備 由於情況危急 氣氛速殺 讓目擊民眾也 嚇出一身冷汗 還好醫生七手八腳 終於將眼前的黑衣男子逮捕 果然當時他持槍到銀行 就是為了搶劫 才剛要動作 就遭到制服 原來51歲的蔡姓男子 11號中午12點半左右 開著保時捷 到高雄博愛路上的 商話銀行搶劫 一進去就丟給行員 一紙超商塑膠袋 要對方把錢裝進裡頭 還好行員機警 立刻按下警鈴 而附近巡邏的員警 也在一分鐘內趕到現場 雖然對方一度要開槍反擊 還好發生卡彈 扣了三次扳機都沒有擊發 甚至拉滑套時還造成槍枝解體 到場的時候他也有對著我們同仁激發板劑 那有聽到至少有三聲 扣音板劑的聲音 還好槍枝太過兩光沒有擊發 才沒造成人員傷亡 而嫌犯這下子 除了搶銀行未遂 還多了一條殺人未遂 遭到移送法辦 TVBS新聞 林一般 黃曉琪 高雄報導 黑色跑車過了路口靠邊停 停在慢車道打雙黃燈 駕駛下來走進銀行掏槍搶劫 計畫搶了錢跳上車就逃逸 沒想到再走出來 是已經被鎬上手銬 停在一路邊的這輛黑色跑車 就是嫌犯開來的 他當時打雙黃燈也沒有熄火 下車之後就走到銀行裡面行搶 開著一輛黑色的敞篷的跑車 那停在銀行的正前方 也未熄火 可能的狀況就是 可能有搶到錢 就馬上上車要逃跑 嫌犯的搶劫計畫失敗 藍背落網 名車不是偷的也不是租的 據瞭解這輛保時捷敞篷車 是16年的老車 七年前搶匪花了一百二十萬元 向中股商購買 登記在他前妻的名下 當時是送給前妻的生日禮物 但車子大部分都他在開 買得起跑車 卻缺錢缺到搶銀行 這錢裝逼到你今天要給錢 沒辦法才走這一步嗎 那意義上有一些問題才會這樣子嗎 小心喔 嫌犯點頭 坦純被錢裝逼急了 夜系男子51歲 有詐欺的紀錄 但並非無所事事 他開了一間美容護膚店 疑似近期經營出狀況 向錢裝借了一百多萬 力滾力被逼急了 做了衝動事 高利貸的錢還沒還 又因為搶銀行被逮 這下場他應該事先就要預料到 TVBS新聞 林一邦黃曉琪高雄報導 殺死場跟家庭的一個群聚 這個案例 算是總共是20例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跨縣市的 所以我到一處旅遊 一起聚餐 過年後爆出的兩大警惕個案 不敢大意 因為11號多了18例本土 桃園兩例都是日益物流 應轉陽 新北三例包含 細紙手搖引電源加一 板橋一家四口相關也多一例 另外一例就是 跨縣市家族中的大姐 剩下的全都集中高雄 包含跨縣市旅遊家族的五妹 還有殺死場群聚多了12人 高雄港的這個序列 跟我們的這個家庭群聚 有這個殺死場的 這一個相關個案 目前來講是有 個案是相同的一個序列結果 所以也會再往 跟高雄港個案的這個關聯性 這起群聚是因為 十多歲的案 19382到診所採檢確診 發現大表哥案19380也染疫 近而女友案19434同樣陽性 又往職場和家庭延伸 包含女友媽媽跟工作的 殺死場人員確診 只是進一步追查 女友弟弟案19530 1月10號從大陸入境 在防疫旅館隔離時 隔壁房有一名高雄港匡列 民眾確診 再加上他的基因定序 跟高雄港Omicron病毒株一致 傳播鏈逐漸明朗 境外移入的 到現在才發病時間實在是很難去解釋 懷疑女友弟弟在旅館內遭到感染 接著再傳給同住家人 也就是媽媽跟姐姐 姐姐又傳給男友 跟殺死場同職場人員 累計20人確診 所以目前毫無頭緒感染源 包含桃園日益物流 跨縣市家族群聚 新北則是首搖影店 家聯藝樹林場 跟板橋五人家族確診 以及先前的大同公司 跟宜蘭飯店群聚 剩下8案找不到感染源 當然疫調作業得持續 新北公布最新足跡 包含系指中心路的便利商店 而新店有四家便利商店 兩家全聯 跟樹林的麥當勞加樂福 都有足跡 另外含有防疫旅館案件 改判三個個案 由境外入判為本土 分別是桃園跟高雄的防疫旅館 有三例經過調查 是在隔離中遭到感染 因此改列為本土 從去年12月起 國內也累積10家的防疫旅館 發生群聚 清宵和住宿環境得更謹慎 避免類似事件上演 提本新聞綜合報導 高雄市十一號一口氣增加13例 其中12例都跟大叔的家庭群聚有關 而市府也找到感染源 居然是來自案19380的女友 案19434的弟弟在防疫旅館染疫 原來大叔家族造成兩對情侶及女方媽媽染疫 後來才發現感染源來自住過防疫旅館的弟弟案19530 但由於母女都在同職場工作 也導致案19523、19524 以及另外三名家人確診 甚至2月初回娘家時 還造成案19527染疫 另外同職場的案19584 也傳染給另外四位家人 導致多了12人及兩個家庭確診 因此高雄市府也針對案19523的家庭 包括在岡山的三個足跡 及連續三天搭乘台鐵 大橋到岡山進行清銷 而案19580的家族 也在大社有三個足跡 男子一個進行清銷 至於另外一位確診者 則是來自五姐妹家族的案19521 40多歲女子 由於她在岡山有四個足跡 阿聯男子各一個 還曾從台南搭火車往返台中 因此也被市府急著要 找出感染源 有南北移動 到有新北跟屏東 那這個感染源我們還帶清茶 沒想到這波春節連假 造成的傳播鏈 在假期結束後 才正要延燒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體育館籃球場清銷人員進駐 教室裡老師拿著抹布大消毒 台南這所私立女中 開學前舉辦小公民營隊 卻有一名女隊府11號確診 導致參與的教職員和學生 以及陪同家長 總共匡列145人 說什麼有個高雄學生確診什麼的 沒多久衛生局就打來了 說今天我們寬闊人 要跟孩子在家 就很恐慌 我要通知我們家爸爸請他立刻下班 我們商量一下看有沒有人要去跟小孩去隔離 集中什麼檢疫所 在開學前一天才被通知 這所私校決議開學日延後11號停課一天 其實女同學參加的營隊分成2月8號2月9號兩梯次 對象是國小4-6年級學童 以首座課程國際交流為主 吸引不少外縣市學生 總共有51人報名 營隊一天一場等於這兩天是接觸不同批的學生 分兩梯然後每一梯大概都是20幾位小朋友 去台南市的話大概就45位 那我們高雄的話有四位 屏東的話是兩位 其實高中女隊府案19528本身是高雄人 追查感染源是女隊府的爸爸媽媽在職場被傳染 導致家庭群聚 女隊府在台南讀書參加營隊 還會搭台鐵通勤 也讓台南永康區公所眾無湧入 不少人領快篩 總收到檢訊 有大橋火車站或者是搭同一班車的之類的 女隊府從2月7號到2月9號 連續三天從台鐵大橋站 搭區間車到岡山站 時間在晚上5點半到6點左右 如果有搭到這三個班次的民眾 建議盡速做篩檢 TVBS新聞故守昌宋家軍 台南報導 消毒人員在台中大安 海邊周遭進行大清消 無西頂於遼公園的遊樂器材也消毒乾淨 因為有從屏東跟新北的確診足跡 10人家坐旅遊就有5人確診 他們2號到4號曾搭高鐵到台中出遊走春 在河運租車還有到無期的烏龍麵店 拿下口罩內用吃東西 烏龍麵店也在臉書PO出公告 表示已經完成傾銷 暫停營業到12號 17位密切接觸者 22位租車公司及面店工作人員 22位面店是連自接觸者 共計61位採檢結果皆為陰性 另有16位外縣市來台中之民眾 以轉介當地衛生局裁建 期間這一家人還有開車到苗栗縣 十幾個景點旅遊 衛生局公布足跡大年初二到初四 包括通宵神社後龍好望角 南莊還有師潭老街 大戶草莓館 銅鑼客家文化園區以及三億等 總共16處分別在七個鄉鎮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總共造冊五百零七人 民宿跟餐飲業者 都能夠配合疫調 採檢清箱還有暫停營業 另外苗栗縣政府也依據 十連制簡訊 通知足跡和確診者重疊的民眾 11號之前前往 縣內十家篩檢站快篩 要特別注意有沒有呼吸到症狀 腹瀉或是嗅覺味覺異常 也提醒全程戴口罩 不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紀錄片新聞中部中心最好報導 桃園疫情稍稍降溫 市府每每擴大匡列裁檢 居隔人數攀升 這回有民眾指控被市府踢皮球 有桃園市民因北上用餐 被匡列居家隔離 但住家不符合居隔條件 於是向衛生所跟市府 詢問公費隔離 結果他指控不斷被轉介 接著就沒下文 對此市長鄭文燦道歉了 那因為基層的衛生所人員 對這個新的規定 這個不夠清楚 回答有錯 那在這裡我也特別跟這位民眾來致歉 那我們會請衛生局聯絡 專案來慰問 在春節前夕大批國人返鄉 防疫旅館需求量暴增 甚至有人形容要訂一間房 比演唱會的票還難搶 當時全台平均使用率約有五成 但隨著假期結束 截至二月初使用率掉到37% 甚至有縣市還出現退廠潮 不過桃園臨近機場 業者們似乎都還在觀望中 畢竟防疫旅館要回歸一般旅館 有嚴格SOP 所有住客退房後 全館要禁止24小時 催診房則是要48小時進行大清銷 才可以接待一般旅客 而目前桃園防疫旅館沒有減少 依舊是30家3000多間房 住房率約44% 雖然暫時沒有回歸的考量 不過住房率下跌 紛紛也跟著轉型 其中23家將配合移工專案 但還好觀光局表示 目前防疫旅館量能充足 會使疫情狀況來做滾動式調整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從國外回台都要做深喉脫衣採檢 不過有從嵩山機場入境的旅客抱怨 採檢站的空間小又密閉 加上要吐至少5CC的口水 因此可能會在裡面待上3分鐘以上 因此會擔心會增加病毒的傳播風險 因為採檢站是設在嵩山機場內部 空間只有1到3坪左右 反過旅客得在裡面蒐集好口水 但頻繁親喉嚨加上空間小的關係 萬一是確診者下個進去採檢的旅客 可能就會中標 民眾們很擔心因為同樣是回國做深喉脫衣採檢 桃園機場就分為兩個地區 一個是向投票區隔開的空曠場所 沒有封閉屋頂橫通風 另一種貨櫃屋採檢區 則是有加裝HEPA濾網的獨立空調 不過宋山機場選擇單位民航局指出 所有設備怎麼蓋 地點蓋在哪 還有消毒規範怎麼做 全都是疾管署負責 不願回應外界疑慮 但醫學專家指出 最關鍵的還是清消頻率 設置在戶外也是一個解決辦法 但必須考量機場動線問題 只是國內已經發生過 有境外移入旅客間接傳染 變成本土群聚事件 邊境防疫第一關更得上緊八條 輪胎剛充飽器就出現漏風的聲音 仔細看才發現破了一個洞 而且前後輪都被刺 車主氣炸了 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前面兩次我都覺得說 應該不會那麼巧吧 但第三次第四次就越想越不對勁 對 因為每一次都是側邊 台幣都是輪胎最薄的地方 這就是台幣最薄的地方 這個不但容易破 而且基本上刺的都不能補 專挑不能補的地方刺 一年多以來就發生四次 修車費至少上萬元 但到底是誰搞破壞 葉先生懷疑是遭人報復 他前年在新電影出賣場門口 和一名男子發生停車糾紛 9月調解之後隔幾個月 輪胎在一週內就被刺了兩次 原以為是被釘子刺中 沒有多想 沒想到去年11月和今年除夕 又陸續破了兩次 覺得怪怪的掉監視器 才發現是有人在搞鬼 真的很害怕 那我現在每天每天 我都要摸一下輪胎 看有沒有漏氣或是又被渡 我每天都是很緊張 花錢修車事小 就怕哪天半路抱胎 釀成車禍 當事人不想再這樣提心吊膽過日子 也拿著相關證據到派出所提告 求助警方希望能盡快揪出刺胎怪客 TVBS新聞 停車糾紡鬧上法院 葉先生懷疑這次自己輪胎被刺破 和先前的糾紛有關係 和解結束的那個單子 還有說你們雙方各自保留一份 然後一直到我這次看到監視器 我之後才去找那張紙 我想說發現原來上面有地址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很害怕 原來調節筆錄上除了紀錄賠償金額 也記載了雙方的姓名和住址 巧合的是之後葉先生的輪胎 頻頻遭人刺破 調閱監視器發現嫌犯身形 騎的黃牌重機和白色安全帽 都和之前發生停車糾紛的人 有幾分想像 沒有人會無緣無故就是 你四年內都會破胎嗎 不可能啊 對 那我覺得就是他是報復 根據民事訴訟法 應注意事項規定 調節筆錄 應將當事人姓名住所居所記載明確 但這往往引來民眾質疑 各自被對方知道 會不會有安全疑慮 若是一般案件 法官不一定會採納民眾的請求 司改惠認為刑事訴訟法去年修法 判決書不再記載當事人地址 以免遭到不當利用 民事案件和調節筆錄也應該一併檢討 保護當事人隱私 避免遭到有心人尋仇報復 因為大樓污水樣本呈現陽性 懷疑裡頭有隱形患者 香港管間又有一棟大樓封樓了 防疫人員開始設置封鎖線 架設帳篷 準備為大樓的居民做核算 疫情成幾何事暴增 港大的醫療團隊提出了封城建議 團隊說如果參考當年上海封城的做法 病毒的繁殖率就可以大幅急降八成半 但還未達到安全水平 即是一個人存比少過一人 但死亡人數就會減到百多人 而這個做法要維持兩至三個月 過年以來香港的確診數字天天創新高 1月16號還只有11例 1月23號跳到140例 接著就再也沒有低於三位數 2月9號到達四位數破千 2月11號再打高峰 確診數1325例 如果你維持著 但是你維持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好 又立刻放回的 而放的時候 未真正正正社區也稱得到零呢 它會回來的 會死灰復燃的 根據網路溫度計的大數據 香港未來一天2.8萬人確診 隔離清零等關鍵字數量飆升 2月10號 封城這個關鍵字 甚至衝高到5445筆 顯示大家對香港封城的關注度不小 目前港民對香港是否封城看法不一 有人反問港府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你的醫療 藥物配送 學業 送餐問題 以及24小時輪班的防疫人員是否足夠 還有港民表示 如果政府願意幫忙出 封城時的租金 水電飲食費 他們願意考慮 TVB新聞柯勝雄 陳向如綜合報導 香港深水鋪 景屬附近 可以看到路上車輛非常少 除了公車 幾乎沒什麼私家車在馬路跑 路上行人也不多 這場景在香港越來越常見 那最重要都是這個社交距離了 就是大家如果盡量少和人接觸 少出街 少有活動的話 那這個是從基本方式呢 就是減低那個感染率了 那這個才有機會呢 就將那個疫情壓低了 一早八點多做核酸的港民 抽完號碼牌 等著叫號進入 沒錯 當你好奇 香港人都去哪兒了 他們都在做核酸 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廣場上排成的長長的隊伍 繞來繞去 都是等著做核酸的民眾 不只操場上 就連馬路邊的人行道 也出現了隊伍 為了提升美日檢測量能 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已經率團到深圳 出席疫情專題交流會 目前香港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 已經相當吃緊 全香港內科住院病房 已經使用了96% 兒科的住院病房 已經使用73% 而香港疫情 現在就連豪宅也淪陷 新界的元朗區 41棟大樓出現了確診者 包括玉豪山莊 嘉湖山莊 沙田區20棟 大浦區19棟大樓 都出現確診者 包括了大浦南鄉 香港花園 TVB新聞柯正雄 陳向如綜合報導 今天我沒有 里長的話 看來黃副市長 拔乾淨五號啦 不過北市弱勢三角都 前台北市長 郝龍斌卻直言 民眾黨是城市不足 如果你不想努力 只想靠著找戰犯 或怪罪他人 是不會成功的 不管是人 個人如此 我覺得政黨也是如此 所以不要為自己的失敗 找理由 很有自信 也順時回嗆好龍斌 還有島內的主任 搬出新座 助政幫黃山山這樣分析 三山大戰惡魔黨 蔣萬安委員 他是12月26號生的 是摩羯座 對他是摩羯座 然後陳時中部長是 這樣子差一天 摩羯座的人不是都是惡魔啦 謝謝 這下摩羯座 真的是躺著也中槍 不過相較於黃山山 蔣萬安 雖美明確表態 但藍白看來 已經大勢底定 倒是綠營人選被點名的多 民進黨立委何志偉 開第一槍 幫陳時中 創立北區後援會 聽他選2022台北市長 不過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 我是嘆為觀止啦 這有相當好的文筆 才可以寫得出來 但是我覺得 要 適可而止 我心中最 認為最理想的人選 是林佳龍 綠營內意見不同 陳時中則低調回應 謝謝關心 北市百里侯之戰 主角還沒上戰場 旁邊的人話休暇比大 TVB的秀物 葵里蘇恆泰報導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參選屏東縣長 找來賴清德子弟兵郭國文 萊桑廷主角中嘉賓 更把賴清德掛嘴邊 也很感謝那時候的賴副 賴副總統還特別在2005年的時候 他辦了簽署會還在太平洋 那時候還特別幫我加持 所以兩次我選立委都感受到 賴副情義跟珍重的一個力挺 自由少強調自己是賴清德唯一推薦 日前曝光的親筆 信當然不能少 賴清德真心推薦 有經驗會做事的中嘉賓 只是等等賴清德身為選隊會成員 等於對縣序長提名人有一定決定權 這樣公開選邊站 這樣好 目前外界的擔心主要是來自行政資源的動員 跟對手國民黨的一個介入啊 這是一場民進黨縣長的初選啊 對手之一的莊瑞雄話中有話 畢竟中嘉賓找來賴清德 周春敏則有現場背書 而賴清德的出手 也被視為信息內訌 因為賴清德不只推薦中嘉賓 也幫周春敏錄電話拜年 但據悉賴清德挺中 某部分是因當年總統初選之人情 至於年後攸關民進黨 提名的首場選隊會 下午兩點多 蘇貞昌鄭文燦登座車 陸續開進關頂 也是委員的賴清德 因隔離無法親自出席 但開會前的一連串動作 要受不音桑討論似乎很難 再加上最新又有黃偉哲 割空力挺莊瑞雄 民進黨的屏東人選南百屏 TVB的新聞 崔若秀华柔台報道 臺北市議員羅志強 卸票行程 要徒步走400公里來到桃園 現任立委魯明哲 呂玉琳陪著走 羅志強還不忘視察一下路平 似乎頗想替桃園服務 我從進桃園開始 我走到這邊這麼長一段路 人行道是平的 人可以走的 這一段是唯一的一段 其他的走一走就路就不見了 臉書上還po來到桃園 碰到原本住台北文山區的選民 4年前票投給他 現在搬到桃園 希望有機會再次投給羅志強 參選態勢非常濃厚 但跨區空降選 還得先過自家關 你必須要來桃園升更 有熱情要來奉獻給桃園 只要有這樣想法的人 我們都歡迎 前任立委梅包袱 包含孫大謙都大方表態要選 現任的魯明哲 萬美玲 呂玉玲 據瞭解三人都以有共識協調一人代表地方聲音 算一算 南營桃園在地牛棚就已爆棚 再傳出羅志強要加一議會同事有不同意見 如果羅志強去 恐怕會跟在地的立委產生衝突 對他來講不見得是有利的 國民黨中常會確認提名後 各路英雄紛紛亮劍 剛從美國回來隔離中的國民黨立委陳以信也出招 台南被視為民進黨鐵板一塊 但國民黨也不只一人想翻看看 香港的氣勢能夠拉伸 我想不排除任何一個人 勝率選區想拚翻盤 黨內柔性碰撞 也判積出好的火花 兩棟摩天大樓 矗立在台北車站 延宕17年的雙子星開發案 都審終於過關 未來這個西區門戶標的 總算要從模擬畫面走向實際動工 雙子星開發案在2019年簽約之後 柯文哲原本希望在去年動工 如今渴望在今年底開工 預計2026年8月就能完工 雙子星上次都審卡關就在LED廣告亮度 被質疑影響車輛視線 師傅調整C1的廣告螢幕亮度跟播放時段 原本內部還要設置迎賓停車彎 跟計程車招呼站等 也可能影響交通動線 現在改為退縮基地空間 坐路邊臨庭 並且在地下一樓設停車場跟計程車招呼站 至於D1的建材顏色還是被建議修改 他對交通環境不要造成太大的衝擊 第二個他跟周遭的古今景觀 應該是要相輔相成 觀光客來到台北之後 這是來進來台北的第一站 可以把人潮導入 這位雙子星是台北市下一個30年最重要的開發指標 結合周遭規劃能帶動觀光效益 如今市府判年底開工 卻還沒跟建商團隊談妥建物蓋好後的分配比例 商場跟mode的部分他一定不會給我們 那我們辦公大樓只拿辦公大樓 對我們來講也不見得是好 這個分配比例到現在都完全沒有談 所以我認為說市政府有點是在放水的感覺 投資金額606億號稱史上最大 柯文哲要拼在任期內完成西區門戶的最後一塊拼圖 把過去的前朝弊案化為自己的政績 TVBS新聞 張明如 陳旭 李平 台北報導 高度任何拜登政權沒逆轉川普時代的對台政策 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麥馬斯特 剛出新書接受TVBS獨家轉訪 談起負責草擬美國印太戰略架構過程 得負責維護美國切身國安利益 2018年2月川普批准這份印太戰略架構 更在下台前趕緊提前30年解密 也被說是幫拜登鋪路 因為第七頁點名美方須制定防禦戰略 除了阻止中國海空優勢 也須保衛第一島鏈國家包括台灣 那試問出事的話美方會卸防嗎 說法模棱兩可的確延續戰略模糊 指出這也有助於台灣發展軍力 指示美軍F-35C意外對岸也借機會 也與美方 退役三星中將回敲更指出戰略模糊下 美方近年卻也調整不少對台舉措 例如高層級來訪以及協助台灣發聲 那麼美國參眾兩院日前快黨派核推的配套法案 是否也算在內呢 一旦懲罰美國國務卿就需要針對台灣在華府的駐美代表處 更名為台灣代表處以示展開協商 此舉勢必會激怒北京 看得出中美關係降職冰點 也給台灣機會爭取空間 VB 新聞和嘉陽 劉宜君 劉婷婷台報道 台北燈節首度來到士林 舉辦橫跨了捷運 尖壇站 士林站以及枝山站 結合了士林夜市的美食 特別以生炒花燈來當主題 曲子夜市聲猛快炒諧音 夜市攤商也掛起黃色燈籠 主視覺中兩隻玩著火球的翔虎象徵虎虎生風 希望可以藉著燈節活動搶救疫情以來低迷的夜市觀光 畢竟觀光客不來 東西就賣不出去 夜市攤商串連起來自救業績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啦 一天大概四百塊 三百塊這樣吧 可能實際效果會比較好 更好 這樣有搭配燈會 還有振興的話 希望能讓逐漸沒落的夜市起死回生 夜市協會加碼讓遊客到士林玩得更盡興 大波使用的祥購券 民眾花一百塊 就能拿到兩百塊面額 還有抽獎活動 攤商們也樂見其成 有望帶動兩成以上商機 士林夜市在全盛時期有兩千七百多家 然後現在因為疫情的情形下損失有將近掉了 快四成多的店家 美食加上文化 今年燈會主燈是來自超時空的宇宙飛船 呼應在地天文館 科教館 沿著集合路往士林方向 還能看到這一隻老虎花燈 特殊角度一看 還很像猛虎出閘 輕面獠牙 但鼻子卻被網友笑稱像小豬 其他的造型引起討論 看起來好兇喔 看起來有點太兇狠的感覺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他可能是比較趴著低姿勢 老虎沒醜看法兩極 還是吸引路過民眾跟他合照 這可是由日本藝術大師授權 台灣傳統燈飾大師操刀打造 為期10天的燈節活動 這些造型燈飾到底像什麼 就等民眾親自來感受 TVB的訊息 徐鳳姐 林立投報道 這是情人節上的九孔鮑魚 你沒看錯 眼前這一大盆 新鮮又大顆的九孔鮑魚 通通不用錢 店家免費送 怎麼拿到 帶上你的大手另一半來試試 我幫你攔一下手圍喔 這樣是31 問停火鍋店 情人節新花招 一較情侣食指緊扣 緊握總距離 送出不同數量鮑魚 最多20顆 吸引情侶們來嘗鮮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是食指緊扣 就可以換鮑魚 然後像我平常跟我男友說 哇 他都不要 今天為了吃這個東西 他就說好 女兒就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那不管是好的閨蜜 其實也歡迎 另外的話我們大概是七八成滿了 那與朋友來過情人節 還能來吃無菜單的料理 像是A5和牛 以及生猛 熬蟹等等 不過這一次最重要的是 他們還會贈送一份新型蝦卵捲 蝦卵掰開很特別 是新鮮蝦滑 鑽和牛 情人節套餐 除了五穀 雞 伊比利豬 定位達七成滿 陸續增加比往年還多 來看一下這個喔 情侶拍照不求人 軍品酒店也搶情人商機 搭配每晚六九九九住房專案 還有攝影師幫拍美照二十分鐘 再加三千元 有炭烤龍蝦蟹黃麵等 情人節當天已經訂滿 因為他們請攝影師 還有專業打燈師 這樣子拍照起來也特別的好這樣子 我們會說每次我幫女朋友拍 我要拍好多次好多次 另外六福萬宜酒店吃到飽餐廳 拍愛心照就打折 預估業績達八成五 軍員酒店 馬縫海膽 魚子醬等 頂級餐點 定位也很夯 搶供情人節商機 業者有新花樣 一輛消費者有不一樣的慶祝方法 片面新聞請有想像會先 台報道